听风的声音 看世界转动 国际风向 听风的声音 看世界转动 你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国家电台台湾之音所 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风向 将会为各位听众解析 最近一个星期 最重要的国际新闻事件 让你可以充分地掌握国际动态 而节目当中 有没有共同关注的是 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严介宇 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学副总 今天我们从什么新闻开始呢 我们先缅怀一位 上礼拜过世的 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就是美国的四季全王 一代全王 穆罕默德·阿里 在上礼拜过世 享受74岁 他真的好传奇 不只是战机而已 他的人生也一样传奇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切入呢 当然我们先看看 他在运动 在体坛上的表现 他堪称是整个 20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那我们如果把焦点聚焦在 拳击这项运动的话 那他就是最伟大的 没有之一 那他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 那种黑人拳击手 就是他出生在美国南方 从小家境贫寒 父亲是一个油漆工 但是他很小就对这个拳击产生兴趣 12岁开始接受训练 就短短10年之内 22岁就成为当时的重量级拳王 打拼天下无敌手 黄金的年代 不过好像也是后来 从那边开始就有一些转折出现了 对不对 对 一方面他在拳击上面 那的确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个最有名的形容自己 好像蝴蝶一样漂浮 像蜜蜂一样的遮刺 就是他 只有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 天生的拳击好手 而且他的那个职业生涯非常的长 是 他生平历经很多场 那个已经成为体坛传奇的战役 但另外一方面更特别的是 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 他对美国的社会 尤其对美国 当年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 还有那个越战 越战的激起的反战运动之中 这位拳击手 就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过他这个反战 是跟他的宗教有关系吗 还是他自己的个人信仰 一方面 阿里他从很年轻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开始参与 美国的民权运动 他跟那些民权运动的 那些大头目 比如说像金恩牧师 拿过诺贝尔和平奖的 比如说像猫空X 一个比较争议性化 跟金恩一样也被暗杀的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他们都过往生命 是 那后来他一方面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让美国白人社会 就是那个下巴掉下来 就是黑人也就把 在种族隔离的年代 他在赢得重量级权央之后 不久 他居然就宣布 改奉伊斯兰教 而且不但改奉伊斯兰教 他把自己联名代姓都改了 他说他本来的那个姓 本来那个姓名 Casio Clay 他说那个是奴隶的名字 那是黑奴的名字 他不要这个名字 他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 但后来这个名字 就跟了他半个世纪 所以也从这个时候 他的人生应该会有 很大的变化吧 对 一方面他继续在体坛上 横冲致壮 几乎是搭配天下无敌手 另外一方面 他对各种社会议题 他从来不却场 那更最关键的就是 就是在 他呢 当时美国真的越战 战事最激烈的时候 他居然拒绝增兵 拒绝被增兆 是 那他的 他的那个理由 理由 一般都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贪生怕死 是不是想继续留在体坛 留在全然 打全赚钱 不想上前线 可是阿里就说出了一番 非常让 尤其让黑人 非常非常心有戚戚的理由 他说我是一个美国黑人 我信仰伊斯兰教 我在美国都得不到 我自己同胞的力挺 我在美国 我受到歧视 受到隔离 那你现在凭什么要我说 跟我讲一些冠冕彤皇的口号 要我卫国 卫国 前锋 要我保驾卫国 要去几千里外 去打 去攻打一群 我根本不认识的民族 一个根本不认识的 组织 叫越共 当时他讲的话 就非常有名 我跟越共之间 没有什么恩怨 我在美国 可能跟白人 跟那些种族歧视 跟3K党 斗得临死我活 我跟越共有什么恩怨呢 我为什么要去打越共 为什么要去杀越共 所以这个 应该是马上被起诉了吧 后来这个世界 大家不要以为 这行只是 开个记者会 然后出来校正一番 阿里就因为拒绝征兵 这个类似我们台湾 所谓违反兵义法 就因为这个理由 他就被启示 而且也好 曾经被判刑五年 但阿里当然觉得 我们开玩笑 这个一代权王 当然不会束手 束手就擒 不过他权王头衔 也被那个时候 被栽掉 对不对 对 他当时一方面 他打 他就打官司 而且这个官司 是一路打到 一路打到 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最后是美国联邦 九位大法官 其实有一位 其实有一位回避 所以八位大法官 经过两次投票 才决定 驳回 这个下棋法院 对他的判决 这也都在还他清白 可是问题是 在1971年 这个判决 最后出炉之前 他在体坛 已经被冷冻了 三年半 将近四年的时间 但更严重 就是官司胜负 是一件事 更严重的是 当时是他的全胜时期 不管就体能 就技术而言 大家知道 这个运动员 那个全胜时期 是非常短 非常珍贵 但他就在全胜时期 他等于说 是为了自己的理念 为了自己的价值观 对不对 我就活生生的 被冷冻了三年多 将近四年的时间 比如说我一生 就运动员而言 最精华的时段 我觉得 我什么都不能做 不我们说他传奇 就是因为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如果很多人 走到他这一步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 宣布退休了 但是他似乎 并没有放弃 他的全胜生涯 对不对 对 但后来 当然他1971年之后 他又重回全坛 也打了几场精彩的 精彩经典的比赛 不过一般都认为说 这个跟他 跟他在那个越战争兵 争议之前的那个身手 那其实是 已经是 已经是那个 有点落差 他生涯的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硬仗 他其实也是 也是以惨败 惨败收场 不过这个 都不影响他作为美国体 美国全坛传奇英雄 传奇伟人的那个地位 我们今天 重新再回去 看阿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呢 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 他是一个 你就运动而言 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 是 他那也比 如果你对全坚运动 有兴趣的话 他留下那些经典画面 经典录影 等应该都去看 那再来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个黑人运动员 他除了在自己本身的 擂台上 发光发热之外 我们也看到说 他勇于介入 当时的社会议题 勇于替自己的同胞 同胞发生 那再来 我们知道 哈里另外一个 著名的刺激 或者说悲剧 我们都知道说 身为一个运动员 他那晚年 却得了巴金森实证 晚年的时候 真的确诊 应该是在1984年 84年的时候 对 因为84年的时候 就是当时 他大概已经50来岁 是 已经50出头 因为这个对 大家可以想 对一个运动员 对一般人 都很怕打击 是是是 就是一身纵横 雷台运动员而言 你可以想象那种 那种感觉 因为巴金森实证 就会严重的 影响一个人的运动能力 所以他对抗这个疾病 大概对抗了32年的时间 对 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也显著 他这个运动员 这样的一个性格 支撑了非常久 不过他这个传奇故事 好像现在要被拍成电影了 对 据说 而且据说是我们 台湾出生的 华裔大导演李安 据说是 据说是由他 指导演统 也就是拍成3D版 是 那当年他跟他 这个阿里医生的死对头 那个弗雷泽 弗雷泽 当年在那个 马尼拉的 马尼拉大战 马尼拉的那场大决战 是 大决战 为主要 为主要的那个场景 是是 那听说那一场 真的是太经典了 两个人 打到最后 几乎两个人都要放弃了 都在比气场而已 在最后呢 阿里略胜一筹就是 他最后是没有放弃了 对方的这个教练 先放弃了 所以呢 他后来也觉得说 要是对方教练 如果不想放弃的话 他其实也在边缘当中了 所以这个是 非常好看的一出戏了 他的传奇呢 我们这个可以 可以期待一下 李安排出来 究竟会是怎么样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给你的阿里 好 接下来呢 副总 我们刚刚谈完一位老人家 谈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也是一个很满 你可以说是现代的那种都市传奇 是是是 就是日本 上个月的月底 5月28号 发生一件很扯的一个社会新闻 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对夫妻 北海道 住在北海道 一对田野钢夫妻 他就是开车带着小朋友 带着一个宝贝儿子上山 结果在可能沿路上 这个小朋友不乖 在苦恼 他为了处罚小朋友 居然把自己的儿子 就是这样丢包 就开那停车 开门 叫小孩子 叫小朋友出去 是 那本来大家都知道 父母亲嘛 就是这样子被逼急 就是想要下下而已 好 那开一段路之后 再回头 就发现不得了 小孩不见了 我真的觉得 这个新闻 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真有点哭笑不得了 不过那个小朋友 真的也蛮诡异的 就是就不见了 通常来讲 我们被丢包了 我小时候好像记得 我也是被丢包过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对对对 我觉得以前过去 在教导这个小朋友的时候 好像你不乖 他就把你说 你下 你到这边 然后就人就走了 就 然后你就在路边 哭了 开始哭了 可是他不一样 他就不见了 对 而且那边是有熊 所以大家都好紧张 对 其实这对父母亲 从丢包到回头找小孩 大概也不过才三五分钟而已 是 所以很多学者指出说 就是大人 不要以大人的那种观点来看 小孩子被丢 一定很害怕 什么地方都不敢去 乖乖等 小孩会追 会追车会追你 或者他想要逃 会有那种逃生的本能 他不一定会乖乖的 留在那里 所以这对父母亲 就很着急 很着急 赶快去报警 刚开始 大家为帕斯官 是还讲说 他们去山上采野菜 小孩子不小心不见 在后来被逼问之下 才承认说 是他们主动 把小孩丢掉 所以当地的警察 民防人员 甚至最后出动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就日本陆军 陆上自卫队 出动了好几百人 这样片山片野去搜 结果搜了六七天 还是搜不到 是 不过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小孩子几岁 七岁而已 六七天在深山里面 还有熊出没的地方 居然七天 七天居然可以活下来 这到底是什么本领 而且不但是六七岁 不但是深山 大家知道 它的地方是在北海道 大家可以看看地图 那北海道的维度 而且北海道 今年六月 下雪 今年六月还有寒流 我们很难想象 它到六月还有寒流 结果还好 搜了几天 大家其实基本上 都已经放弃 觉得已经开始预想说 可能最后找到的 就是几件破烂的衣服 真的可能一堆事故 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 没想到在六月三号当天 在距离这个小朋友 被丢包 大概六七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路上自卫队的 一个训练中心 一个训练基地 居然就有了路上自卫队员 打开他们的宿舍进去 就赫然发现 一个小朋友 躺在他们的床垫上 自卫队员 他一看马上就有感觉 就看起来跟那个报纸上 跟那个电视上 那个小朋友长得差不多 我问他 你是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朋友就 据说还有那种 中气十足的回答 我是Yamato Yamato他的名字 大和 是 然后 真的很不容易 他到底什么本领 我看那个电视报道 还把它形容成 真实版的人者 而且大家都在讲说 他长大应该可以去当自卫队员 大家知道 当时这个小朋友 他当时就是戴着一个 戴着领帮球帽 穿着一个短袖 是 当时北海道 他那个晚间气温 大概会到47度以下 而且更神奇的是 从他被丢包的地方 到那个自卫队训练基地 直线距离大概就是六七公里 是 而且中间有一座山 他说什么要翻山越岭 而且还有一个河川 还有三条山溪 是 所以他们大概 如果迂回地走的话 大概要走大概12公里 然后路上社会队说 就算我们训练有数的 那个战士们兄弟们走 大概也要走三个小时 但是这个小朋友 他是说 他当天就走 他当那被丢包的时候 到处乱找 找到妈妈的 最后就走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传奇 而且大家知道 这小朋友 他不但七岁 他手上没有地图 是的 而且他显然是没有手机 一有手机 你还可以用Google Map 用GPS定位一下 他没有地图 没有手机 但居然还能够找到 所以这个日本的各大媒体 都只有一个字也可以形容 就是奇迹 不过真的是奇迹 你知道因为他如果没有找到 那个就是废弃的宿舍的话 哇 那就糟糕了 那没有地方可以躲 而且说寒流又来的话 又很冷 他好显示 真的是上天保佑 可以让他就是说 可以找到那个废弃的宿舍 要不然他连躲的地方 都没有的地方躲 哇 所以这个真是太奇迹了 不过现在他的父母怎么办呢 父亲当时出面 道歉再道歉 这违法嘛 一气罪是不是 对对对 不过也有很多日本网友 对他父母亲道歉 所以因为当时 当时小孩搜几天搜不到的时候 日本网络上就开始传说 其实这个事情可能不单纯 这对父母亲搞不好 是把小孩杀了或弄死了 编出这个故事来说 在山上丢掉 那其实是怎样怎样 所以当时就开始扮演柯南 就帮他们写故事 所以后来 也有很多日本网友 对这对父母亲道歉说 不好意思 我把你想象成 杀小孩的凶手 好啦 这也凸显了日本的惩罚文化 不过我看完这个惩罚文化之后 我也想到 好像以前台湾也是这样 很多人想说 都有共同的噩梦 对对对 好 所以呢 请大家不要再这样搞了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OK 这个犯罪的 违法的 提醒大家了 好 接下来呢 副总 这样来谈一下 就是上礼拜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 历史事件的周年 就是我们的六四 六四天安门事件 在27周年 在6月4号当天到来 那我们台湾的 刚上任的女总统 蔡英文 当然在脸书上发表感言 那我们向来非常关心 六四的前总统 马英九 也发表了感言 您看这一次 27周年跟过往 有什么样的差别 您的观察 那其实这一次 大家不也认同 就是焦点 其实不是集中在北京 因为大家知道 北京那个地方 一定是布下天罗地网 一定是高度警戒 维持过去一样的规格 对不可能 完完全全 不可能有任何的活动 或有任何人在上面 做任何的事情 那其实大家焦点 反正是在香港 就像香港今年要怎么 这样纪念 纪念六四 因为在这个之前 就已经传出 往过去一起纪念六四的 包含香港的一个 所谓支联会 就长期关注六四的 一个组织 跟香港各大学的 学生联合会 各大学学联会 往过去几年来 一二十年来 都是一起纪念 但今年却闹分家 就各大学的学生社团 学生组织 就全面撤出 自己在校园里面办论坛 然后那支联会 支联会呢 自己继续在 传统的维多利亚公园 就是维园里面 然后就办 那个烛光晚会 今年出现这样一个 很特别的分裂的情况 他们对六四的看法 已经出现了分析吗 其实不只是 对六四看法 更重要就是说 他们对一个 更基本问题 就是我们香港 到底还要不要 纪念六四 或者更重要就是 我们香港 到底还要不要 对推动中国政治 民主改革这件事情 抱持希望 是 就是有发现 就是有越来越多 香港年轻世代 包含这次香港各大学 学联会 他们对这种 推动中国民主改革 他们基本上 已经死心了 已经失望了 尤其从去年 占中运动以来 他们认为说 那个已经 完全全没有实力感 而且他们认为说 现在我们应该 把更多的心力 更多焦点 放在香港的本身 我们香港 政治要怎么走 我们香港 怎么样在中国 那庞大的阴影之下 维持我们香港 主体性 那真的更激进的学生 甚至还已经 组成政党 直接抛出一个 就是让北京当局 最痛恨万分的口号 香港独立 不过我看他这个 有些分析是 把这个分为两种人 一个是纯粹的香港人 一个是香港的中国人 所以就是说 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 可能看法不一致 不过刚刚您提到 不管是他们提出来 可能的港独 或是以过去 所谓的讲说 要有责任推动 中国的民主化 这件事情 那未来可能在香港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大家知道 八九年民运 其实当时受冲击 感受最深的 除了北京当地 整个中国社会之外 感受最深的是香港 是 而且那个时候 正好就是在 九七回归之前 八九年 所以香港当时 不是像台湾这样 就是好像世卫 游行 然后请愿而已 香港当时 基本上是非常密切的 参与六四的事件 后来很多六四的民运领袖 王丹 财林那些人 都是透过香港那边组织的 所谓黄雀行动 等于说 把他们救出 救出中国大陆 所以多年以来 他们一直对六四行动 香港一直有一批人 对这个六四 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进程 有非常非常强烈的 修气与共感 是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 香港的年轻世代 就慢慢的不以为然 慢慢的为然 他认为说 要推动香港的民主政治改革 以现在 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 以中国的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那种 自已态势来说 基本上 他们不认为有任何希望 但他转而把希望 把心理放在香港本身 香港自身 来推动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转折 其实我自己感觉 好像跟台湾 现在慢慢 有点像 也是变两批人 那边也是两批人 一个讲台湾独立 一个是讲香港独立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 似乎时间 不是站在中国大陆那边 随着这个时间 越来越久之后 年轻人的这个人数 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样的声音 会不会越来越强烈 对中国大陆 反而是不利的 对 香港那边 其实也是看着台湾 台湾都知道 它现在我们有个常用的词 叫天然独 是 天然独 就是说台湾那个年轻人 他从小而入目 他那个主体性 主体思维 就越来越强 没错 那香港政府 也有这样的倾向 不过我觉得 两边情况 到底不一样 是 因为台湾距离 大陆虽然近 但中间至少 还有个台湾海峡 至少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都是 在实质上 都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存在 一个政治实体 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 但香港很显然 就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很多那种 老一辈的 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就认为说 这些年轻人 真是太异想天开 是 我们香港基本上 就在北京的天子脚下 在讲一件 等于天子的脚趾缝之间 我们不可能 自外于中国的情况 来推动我们自己 这香港的民主 香港的主体性 甚至推动港独 都不可能 是 他们还是认为说 一定要中国的政治 民主改革 开放到某一种程度 那对于香港的未来 才会优所保障 显然这样的争论 可能未来几年 都会持续下去 这个应该是 不会太快有结果的 好 我们就看日日后 中国大陆要如何处理 这个历史的伤口 好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这个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严俊宇所带来的各项的分析 谢谢副总 好 谢谢